这是走进科学都不敢报道的再生人事件 湖南省平阳动族转世轮回 诡异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保持好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跟着小编往下看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 人生下来是没有记忆的 但是却有人记起了前世的记忆 湖南怀化平阳乡有个神奇的山寨 这里竟然出现了一百多个再生人 全都记起了前世的事情 他们清楚地记得前世自己的名字 自己家住在哪里 有的竟然还记得前世自己 是如何去世的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有人记得自己上辈子是一个男人 这辈子成了女人 而有的根据前世的记忆 更是找到了前世的亲人 其中的种种秘密吸引了记者 这个村子到底隐藏了什么呢 记者来到了村子里寻找真相 但是许多再生人因为前世记忆 受到了非常多的骚扰 不愿意接受采访 这是一个女人出现了 眼前的女人叫做石爽人 是一个洞足的妇女 按道理说她不会说普通话 可这位石爽人的普通话 非常的流利 她说自己是在两岁的时候 摔了一跤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前世我是凡属人 是同德卷兵的老家 是那个地方 在讲起前世的时候 石爽人透露出来的样子 就像是真的在讲自己 以前的故事 石爽人还说起了 自己前世是怎么死的 这都是回来的 下那个雨塘 去西桌 那时候中毒 可能是 后来就发高烧 完了三天高烧 就死了 并且在死后灵魂生入了空中 就像是灵魂出笑一般 对比村中其他的妇女 石爽人显得格外的不同 常常在窗子面前 眺望的远方 远方那个地方 就是她前世 生活的地方 石爽人说在小时候 东族的老人一直都觉得 她是汉族人 一辈子在小的时候 他们都 这一片的老人 都把我当汉族的孩子 这个东族文化 一点都不同 东哥里面就是 我也不会唱 石爽人在有了记忆之后 就想找到自己前世的家 他在前世生了一男一女 在石爽人上学的时候 偶然就遇见了自己的儿女 学校读书的时候 他们本来就比我不大 儿子是比我大十个月 就老师汉 就他们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们是我的儿女 因为他们的名字是我娶的 但是的石爽人并不敢相认 毕竟在孩子还不大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孩子并不认识妈妈 石爽人只能色方面对孩子好 上学期间偷偷地带好似的 在学习方面也都是各种照顾 石爽人便和自己的女儿 成了好朋友 但是孩子还是听说了 石爽人就是自己的妈妈 后来他就回家 听到别人讲 他是你的妈 而两个孩子把事情 告诉了家里的老人 老人感到非常的诧异 让孩子把石爽人邀请回来看一看 而石爽人也直接就上门了 石爽人对所有的事物 就记得非常的清晰 这个房子 那个房子 我最后走到那个 记得我们家 但是前世的家人 还是对此保持存疑 直到石爽人说出了丈夫 我前世的江湖是电影院的电影队的对家 整天放着那些红歌 我就 我妈看前世的妈 我第一次去论情的时候 她就知道这个人一模一样的性格 她在西藏的时候老是像红歌 而前世的家人终于相信了 这个女人就是前世的家人 但是那石爽人说的是真是假 证实不了 而在生人村子里比石爽人 还有更加离奇的事情 有一家有三四口人 三十人的 还有双胞胎三十人的 三岁孩子拥有前世记忆 更能感知前世家乡天气 接下来小编带你见是更牛的 村子里有对双胞胎也是在生人 平阳乡的杨县话说 自己生了一对双胞胎 在三岁之前两个孩子都属于 浑浑饿的 讲话也讲不清楚 突然老二在三岁的时候 说我不叫吴航叫姚贝罗 我们不信 他却逢人便说 这个话让他们的妈妈有点傻眼 老二又说自己同胞的姐姐 叫做石贝乌 他们两个在前世是好贵女 说他姐妹就是平阳村的 石贝乌姚贝罗 死的时候的事 还记得很清楚 上一世是因为石贝乌 被父亲安排了事情要做 小姑娘把事情忘记了 遭到了父亲的责骂 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姑娘 觉得非常的委屈 把事情说给了自己的闺蜜听 谁知道两个小姑娘 一商量直接一起自杀了 这辈子就成了同胞姐妹 而双胞胎中的姐姐也 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都和前世的父母认了亲 此后这三家人便能像亲戚一样来往 谁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央视有位主持人叫做宋英杰 突然有一天发布言论说 自己的孩子有前世记忆 宋英杰在让自己家儿子睡觉 儿子突然说 我的家在成都西边 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好想回去看看他们呀 我想去四川看他们 此话一出顿时吓坏了宋英杰 这件事就在宋英杰的心里扎了根 过了几天宋英杰和孩子聊天 说你家是四川哪里的呀 是雅安吗 孩子摇摇头说不是 宋英杰便一个一个指给孩子看 最后只到了北川 孩子点头说是说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去了 那年还发生地震了 宋英杰想地震 十年前岂不是是汶川地震 可自己从来没有给孩子说过此事 他也不看电视 怎么会知道呢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宋英杰感觉更加毛骨悚然 那天全家人都在看天气预报 孩子突然说到 北川要下大雨了 宋英杰忙问儿子你怎么知道 儿子说我感觉到的呀 儿子的话让宋英杰感到震惊 难道真的有转世吗 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为了防止出现舆论 对孩子造成伤害 宋英杰删除了自己所发的言论信息 最后孩子的妈妈发了一次通告 说孩子有一个阿姨 家里是成都的 并且儿子刚刚有了一个小妹妹 让儿子产生了幻想 觉得自己是成都人 还有儿子女儿 这些都是幻想出来的事情 而再生人的事情 至今没有科学家可以解释 这个奇怪的现象 平阳乡惊现一百多名再生人 唯一现象让人觉得震惊 轮回转世 人畜交替 在这个村庄的再生人里 有一个据说是动物转生的 还记得上辈子自己是如何死去的 在村子里有一个信物的小孩 小孩平时很乖 从来都不闹家长 但是有一次家长带着孩子 去集市上赶集 在集市上这一家人 碰见了一个卖肉的屠夫 平时很乖的男孩突然 哇哇大哭 闹个不停 只要一远离屠夫 孩子就会安静下来 孩子的家伙感到非常的奇怪 但是在当地还有一种说法 孩子如果见到一个人 就会哭闹救证明了那个人 不救之后就会死去 这个说法让屠夫的心里闪过不安 而孩子在可以说话之后 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村子里有许多人家养猪 而孩子每次见到猪的时候 就会很开心 看到有人在打猪草的时候 就会上前对人家说 这个菜菜猪猪不喜欢吃 这个菜太苦了 那个菜太辣了 整得人家哭笑不得 但是小孩却非常的严肃正经 不过大人还是觉得这个孩子 是在玩闹 也没放在心里 直到有一个养住的老奶奶 问他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而小孩板着脸说 因为我上辈子是一只大白猪呀 旁边的妈妈听到这话 想起了自从孩子会说话以后 就开始说自己是只白猪 小孩说妈妈 我上辈子是罢工买回家的大白猪 我长大肠肥之后 被卖给了集市上的那个屠夫 我本来是想跑的 可是那个屠夫抓住了我 把我给宰了 所以我看到屠夫的时候 会超级害怕 孩子妈妈仔细想了一下 发现在之前家里 父亲确实做过这种事情 而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 对小孩子讲过 难不成这是真的吗 自己的孩子真的是转世为人吗 而屠夫听闻了此事 从此再也不碰关于杀猪的活计 而小男孩也有了一个小白猪的外号 但是每次见到屠夫的时候 还是瑟瑟发抖害怕极了 谁也不知道转世是不是真的 人到底有没有灵魂的存在 1901年 一个美国的医生 做了一个灵魂实验 他选择了六个即将病逝的人 在床上安装了极为精准的秤 可以精确到每刻的重量 在实验过程中 病人们除了正常的水分蒸发的重量 在第一位病人死亡的那一刻 人的重量突然下降了21克 而第二位病人下降的重量 大约是在28克左右 这个实验是否证明了 人真的有灵魂呢 你们觉得呢